妈妈,我们今天晚上等人来个吃火锅好不好 哈喽,大家好,我是海童 今天早上我要偷一个懒 让儿子自己做早餐 就用我新入手的这一款 这个太古多功能锅 这口锅我在网上已经做足了功课 这里有电源 然后这边功能 它还有音乐 选一下功能 好有仪式感哦 这里有煲汤 这里有煎炒 火锅 红烧 我觉得我们当了妈妈以后选所有产品 第一是安全 第二是食用 这个太古多功能锅 满足了我的所有要求 你看有我的手指 三节手指这么长 这个里面可以煲汤可以炒菜 然后下面这个浅的 你看有一节手指的高度 这可以烧烤 而且它的空间比较大 完全不用担心菜品会冷掉 我们可以边吃边烤 现在开始了 宝贝把功能打开 电源 电源 按电源 好 按功能 哇 妈妈那个回散锅耶 对呀 实在很好听 好 再跳 跳到煎炒 再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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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可以了 先煎点个鸡蛋 我觉得有了这个锅 完全都不用我动手了 火腿肠也可以放进去 我们这样边煎边吃 今天的早餐特别有意义 虽然说只有鸡蛋跟火腿肠 但是他们亲手做的 这里可以设置时间 可以烤多少分钟 然后这里度数是120度 挺方便的 它这个温度设置的刚刚好 而且也没有油烟 你看看 还是中柜制造好 烤肉熟了 它该提醒我们 就现在把它关掉了 直接动手的烤肉熟的香鲜 妈妈 我们今天晚上点个吃火锅好不好 好啊 给你买清烫的不辣的哈 好 那锅肿不肿 有点点肿 有点点肿了 你长大了就觉得它不肿了 放到桌子上 先把这个打开 功能 调到火锅这里 然后开始煮了 听一下音乐 好有仪式感 妈妈煮好了 煮好了都把火关了 开关关了 解开 哇 意大利面 这么大锅要吃完哦 我吃凉满面条 你吃凉满了 嗯 好不好吃啊 好彩 今天晚上回来的有点碗 就简单的煮一点 面条吃 晚上我们用的是这个 深一点的锅 你可以煮火锅 也可以炒菜 番茄味道酸酸的 还好吃 这个锅 可以这样抬起来 它这个把手做得很好 防烫的 这个平面 这个平面还可以放那种 汤锅 小汤锅 可以放在上面煮牛奶 挺方便的 这个罩是多功能的 因为它是平面的嘛 所以说这个是一罩多用 吃完了 成熟了 肚子吃得圆咕咕的 拿一个冰淇淋给我吃 我要吃个冰淇淋 给我拿一个冰淇淋 看你衣服 这是啥子 给我拿一个 你要拿一个吗 拿一个 谢谢 谢谢 刚刚哥哥的衣服 白衣服 你看上面是什么 油漬 这个冰淇淋 好袖珍 总结一下这个锅 我觉得挺好用的 我要趁现在商家搞活动 再入手一台 给我爸妈寄回去 这个锅它很简单 就一个按钮打开 然后功能调一下 它的那个温度 它都是设置好的 所以说这种 就有一点像那种傻瓜机一样 你把开关打开就可以了 所以说这个很适合我爸妈用 我爸妈他是那种 喜欢简单的 不喜欢麻烦的 所以说 我赶紧再去入手一台 趁商家搞活动 不然错过了的话 就原价了 好 好